不过说真的屏东这边的上头火锅可能是竞争泰克与激烈 所以说基本上每一家的肉片看起来都是相当的专业 论油花论厚度绝对是超前其他现实非常的多 那我许等着就是沙茶口味的汤底 再搭配上四两选花牛还有四两松板猪 嗨大家好就是肥波 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是屏东车展一日美食一途四选 分别是民族夜市土托鱼根 黄祭牛杂以及港式馄饨大王 最后是龙心扇头火锅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好这个观众朋友首先第一张我们就来试一下屏东夜市的招牌美食 它就是位在入口这边的民族夜市土托鱼根 我们之前来拍屏东车展特辑的时候呢 就非常多观众推荐这一间呢 究竟是多好吃必须来给他感受一下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首先呢当然要从土托鱼跟起手 里面呢还有加入一点淡花白菜 而且都是走一个大块切路线 浓厚系的羹汤包裹土托鱼 戊口那是真滴汤 不过口感的部分呢确实有点小惊艳到 不适应其中的扎实感 其实比较偏这种绵密路线 同时呢又会再补上它酥炸过的外皮 吸收汤汁呈现一个微软Q的口感 充分可以说是我吃过口感前景绵密的土托鱼 我建议各位不要一口一块 真的是会有点小汤 入入点羹汤的灵魂人物 乌出来啦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排他的肉燥饭 上次来这边吃的是幸福肉燥 观众反应呢那是给游客再吃的 试一下这碗如何 外形的部分是很对我的味啦 走这种大块切的带皮肥肉丁 然后呢还要再撒上满满的猪肉松 绵密的肉松配上这种绵密的乳肥肉丁 搭配上米饭爬入口中 那这种就是民中带Q 但是我感觉他们家这个卤汁 其实没有太多的汁水感 真的呢就是感受到它肥肉丁 单点突破的油箱冲击 我们来制制一下土托鱼根烩饭 金推各位可以这样搭配的吃一下 可以让它本来像比较干爽的肉燥饭 大幅提升整体的滋润度哦 好的各位总结而言呢 民族也是土托鱼根 个人觉得呢就是一个疗愈感十足的在地小吃啦 口感的部分绝对是可以超越很多 你吃过的土托鱼根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早餐人好 我们就来试一下位在屏东县饼公园附近 在地开来超过四型的OG老店 它就是黄巨牛杂 主打的呢就是各种本土温体牛肉料理 那我抵的呢就是用完牛杂汤 搭配上牛肉汤两碗起手机器本本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 那我们首先呢 当然要从它的牛肉汤起手 整体色泽偏这种浑浊入线 然后呢再搭配上一点九层塔 色泽的虽然说看似濁 但其实整体风味还是比较偏这种清爽的路线 同时在这种牛骨汤的基底之外 你是可以感受到非常显著那种九层塔的清香哦 那至于肉片的口感 我觉得就是一个适当的软Q感啦 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油香 就是感受一个非常纯粹的肉香风味哦 而且呢他们家除了一般的豆瓣沾酱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蒜头辣酱 走一个蒜头牛肉路线 蒜头辣酱必须给它沾好沾满 肉片包裹蒜头一起入口那才是真的爽 不仅可以补上点辛香香味 还可以在那种软嫩感之外 增加上蒜头的脆度哦 好的那我们再来就试一下这牛杂汤 看起来是牛腩牛肉牛肚跟牛的一些 看不太出来是什么地方的地方 相对于牛肉汤 我觉得牛杂那才是本体 口感上不会因为熟度而有影响 维持着非常好的软Q感 同时呢又多了一点 类似牛腩的那种油花胶质感哦 我们来个一口 撸上它的豆瓣沾酱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口感处理这么好的牛杂了 不管是牛肚啊还是牛的什么地方 都不会说Q过头嚼太久之类的 好的各位总结言呢 黄巾牛杂 牛肉汤我还好 我建议大家可以点个牛肉快炒类之类的 但是牛杂汤绝对很值得凝视 尤其呢是搭配上它的沾酱起入口 集合在一起呢是真地爽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这个观众朋友午餐时间 我们就来试一下屏东在一起的馄饨代表 他就是位在北平路上的港式馄饨大王 那我点的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鲜虾馄饨干面 充分可以说是我看过最巨大的馄饨 听说每一颗里面呢都包了两尾的虾仁啊 然后打底的呢就是这种细面搭配上麻酱 这个组合那完全是我的菜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那我们首先呢就从它的馄饨起手 里面的猪肉馅跟虾仁呢都已经炸出来了 一口下去呢非常精准的 避开里面的虾仁跟猪肉末 主要感受到就是它外皮的软Q口感 同时呢又补上适量的麻酱香气 来试一下有包虾仁的部分 虽然说我觉得我打底是一个小小可爱的路线 但是在口感上呢就会变得更加丰富 有它外皮的软Q 虾仁的脆Q感 以及它猪肉馅的那种绵密质地哦 好的那我们再来就试一下它的面体 走一个细面路线 细面的巴酱能力决定是很强了 而且它的酱底除了麻酱以外 还要再搭配上点肉燥滷汁的感觉 所以说吃起来呢就会有这种鲜香为甜的综合搭配感哦 好的各位总结也呢 港式混沌大王 如果混沌本身 你要我说它有特别的精益精绝 它其实真的还好 不是属于那种内馅调味特别突出 像是苗栗那种 比较偏向这种优质尺寸 感受口感上的丰富层次吧 有它外皮的Q 虾仁的Q 还有肉脯的绵密 有机会呢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朋友 晚餐时间我们就来试一下 屏东在地的扇头火锅三本柱子 它就属在车站旁边的龙心扇头火锅 上次来我们拍的是星圆 这一次就来试一下龙心如何 不过说真的 屏东这边的扇头火锅 可能是竞争泰克与激烈 所以说基本上 每一家的肉片 看起来那都是相当的专业 论油花论厚度 绝对是超级 其他现实非常的多 那我许的就是沙茶口味的汤底 再搭配上四两选花牛 还有四两松板猪 好的各位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那我们首先呢 等下要从双脚牛肉起手 一样也是走一个 三秒速烫速吃的路线 这个油花骨的路 那是相当的精美 然后呢在路上 我们的特条沙茶花生酱 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我只能说啦 来到屏东肉园可以不吃 夜市可以不要逛 但是汕头火锅呢 真的这么麻烦你给他吃一下 兼具相当优质的软嫩感 以及双酱丰富的油脂香气 重点是他这碗蘸酱 它是真低强 而且我感觉他们家的这种花生酱 又再更加浓稠一点 我明明就只加了一小匙 不仅可以平衡一下沙茶的鲜香 还可以起到一个近似麻酱面 那种酱汁的包覆感哦 啊不过如果你想要感受到 更多肉香风味的话 可能不要像我一样蘸的那么的深 你纯吃不蘸酱 真的呢就是感受他双酱牛 最严实的肉汁油香风味 啊不过我觉得重点还是 因为他切的也够厚 所以说举着起来 那种肉感呢 就会特别的到位 在吃松阪猪之前呢 我们来单喝一下他的汤头好了 整体喝起来呢 比较偏这种干纯感的沙茶汤底 就是那种咸香不会说特别突出 同时呢又补上洋葱的甜 还有番茄的酸香给他中和一下 好的那我们再来就吃他的松阪猪 看起来还有加入一点酸菜打底啊 一样呢也是要把沙酱入好入满 相较于双酱牛彻底的软嫩感 松阪呢就比较偏向这种脆Q脆Q路线 个人呢会推荐你专用他的双酱就对了 啊不过如果你不喜欢太肥的话 松阪觉得也是一个优质选择啦 最后呢就再来一匙双酱收尾 四两三百五那是非常的划算啊 算个半天还是蛮多的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 屏东四驱一日美食地图四旋 今天这样吃下来毫无疑问 又是被我们的扇灯火锅carry了一把 真的就是优秀的口感 配上爽度极高的蘸酱 来到屏东没有吃扇灯火锅 那是真的不行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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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